就是情人节送礼物 是我看她手机 翻她那个女闺蜜的QQ空间看着的 她QQ空间里有好多好多 她们俩之前回忆的点点滴滴 还有她们俩一起的合照 然后就跟一个幸福纪念册似的 当时我都觉得 就跟她是她女朋友似的 那个送什么礼物啊 送她一个大熊 情人节送女闺蜜大熊 送你的什么 不是那天是这么回事 她给女闺蜜送大熊 还是我跟她一块去的呢 我那天看了之后我才明白 她原来那天是为了给她买礼物 是拉着我去做参考的 我当时还自作多情的 以为她是给我买礼物去了 什么意思 我还特开心 就是她拉着我 情人节前几天去逛街 看了一个大熊 然后过了一会儿 然后又说不要了 又说不好了 又拉着我走 然后我就自作多情的 以为是她要送给我礼物呢 结果我看了人家空间才知道 她是给人家买的 那她那个情人节送你 什么礼物了呢 她当时送给我一双高跟鞋 那双高跟鞋也是 我当时跟那试了半天 售货员也说特符合我的气质 然后跟那说说说 我觉得她就是在那下不来台 才给我买那双高跟鞋 她根本就不是愿意给我买那双高跟鞋的 行 我怎么不愿意给你买了 你愿意 年龙光姐很贵的 花了半个月工资给她买了 这还不满意吗 说熊 这熊 这也不是情人节那样 是我们是在情人节之前去逛的街嘛 也是刚刚过完新年嘛 我跟那个朋友也很久没见了 然后就送了那个熊当新年的礼物 祝福一下嘛 就送了个熊 对 不是情人节送吗 很长时间没见了 对 就送了个熊 行 他还特地跑回老家给人家过生日去了 他这事还瞒着我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他有一段时间就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给他发微信 他也特别那个简短的回 说他越看电影也没时间 他平常工作也挺忙的 我中午看他就是订外卖也不干净 就是偶尔会去中午去跟他公司给他送饭去 然后有一次去给他送的 然后发现他不在 我问他同事 他说他请假回家了 后来我给他打电话 他才说 我回老家给我一个特铁的哥们过生日去了 他之前都没跟我说 那你怎么就能判定 他是给那个女生过生日去了呢 他后来他说了呀 好朋友就这么几个嘛 而且这跟我都这么多年交情了 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这回去给庆祝庆祝也可以的吗 那个女生每年的生日你都帮她庆祝吗 差不多吧 每年她生日有时间就会去帮她庆祝 这七年下来过了几个生日 四个吧 你看这根本就觉得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做的事情了 就像男朋友做的事了 因为我们肯定就会吃了 有 drink 一 week 我们待在我们 activate 你 要 感谢观看